大家好,我是纳蓝小宝 现在,除了就是房车带摩托车的越来越多了 今天我算多少的也不是太专业 有点骑行长途的经验 去年我骑着这个摩托车,从石家庄骑到云南 我说说,因为现在摩托车越来越多了 房车出来带摩托车,的确是方便 昨天晚上我们三台车都带着三辆摩托 现在说法律法规,摩托车必须得有驾照 就是考一个驾照,而且最近考驾照要赶紧去考 我看今天网上也说,各地在实行 就是将来摩托车也装考,电子的 那个就考起来比较麻烦了 现在这样比较好,要考驾照一定要 这是驾照的事,一定要有驾照 两轮是轻面摩托车是F的,三轮是D的 这个到时候你当D就能办 摩托车都有排照,量产的车上排照 因为拉出来以后到外地,比较放心 手续拳,走到哪儿仗义 然后我现在啊,然后再去说 如果你进途都无所谓 但是你要护膝一定要有 因为这个护膝它一个是吹着摩托车 吹着容易做病 就是这个护膝,你看我就是 这是讲究一点的呢,就买个机型服 这是我一样给展示展示吧 展示圆点 这是个头套 先来裤子吧 裤子它有两层,然后这里面还有一层 我这里头,因为云南比较热 就里头没有 这个套上以后,穿上以后呢 这个你看这地方都有缩料板,什么防护装置 即使你真的摔倒了也不至于摔坏 就是说这个有一定的保护装置 而关键还要倒风 就是说最容易做病的时候是夏天容易做病 就是你一出汗啊,你骑摩托车一吹啊 容易容易着病 这个是这裤子 挂子一样,它俩不是一套 不是一套,但是还可以吧 穿上挺舒服的 挡风有点小雨也没事 但是它不防雨 挡风还可以 然后头盔是必须戴的 但是头盔里头有一个头套 戴上这个头套 多少走长途点,它挡风 这牙一带 为什么有什么露音 露出那音的不好 就是因为带着它 然后再把头盔一带 头盔尾那种全盔街面开 这样它就一点不足够 可以放下来 这个长驼,这个手套一定要戴,买副手套,然后我这个靴子是我家里的蒙古袍配的靴子, 这个鞋很重要,要不吹大腿啊,所以说我基本上没拿那个什么靴子,就是我家里的,我家里的那个,这是蒙古骑马的穿的靴子,马靴,真正的马靴,所以说这个出来的英识,它就是个代步的工具,一定要注意,你看我那个排量150,我这回把房车就放上去, 就是新摩托车,把红河周的13个线跑完了,然后我装了块电瓶,那个电瓶可以直接,因为我住帐篷,露营有电路子,有电视台,直接带电视台非常舒服,简单的烹饪做个饭了也行,但是就是玩的是个心情吧,看自己,然后呢,这边一边找露营地,一边找熊猫雪, 这是穿着挡风,不容易做病,然后安全,咱们出来玩,主要还是安全第一,没有安全就没有石和远方嘛,然后这就摩托车上高速的,现在好多省份摩托车都可以让上高速,上高速的时候摩托车是按一科一收费,不准带人, 上线是高速快的,上线是80,最低是60,然后必须都有头盔,不准带人,有牌照,这是对摩托车上高速的要求,所以说大家玩摩托车,有一定的危险性,还是注意点,哟,这听得不得劲的呢,好了,就说这么多吧,拜拜了,拜拜了,安全安全安全啊,拜拜了